欢迎回来意外现场关心苗栗市有父子三人上午在青草渔港附近 打波特船出海垂钓 因为船只轻薄体积也小 返航时被大浪拍打失控撞销拨块搁浅人员受困 消防局立刻出动救援 幸好父子三人只有擦措伤没有大碍 那三个吗 救人员紧急赶到竹南龙凤渔港北侧约一公里的海滩上四处搜寻 果然看到灵性父子三个人满脸疲惫和惊恐的出现在海滩上 立刻上前探寻他们受伤的情况 头有撞到吗 头没有 后来你们上岸就自己走过来 那哪里不舒服吗 脚很痛 我的膝盖很痛 51岁的灵性父亲表示 他和22岁和23岁的两个儿子一早从苗栗市带着波特船 从青草海滩出海钓鱼 先往北朝新竹的方向移动 中午返航途中突然一阵大浪卷来拍击船只 导致他们的船失控往南飘移 最后在距离龙凤渔港北侧约一公里的地方撞击消波块 搁浅在海滩上立刻求救 伤势比较严重的父亲 他的手指头大约有挫伤 另外两名 他的儿子有背部挫伤以及双膝沉动的行星 还好三个人进送医之后没有生命危险 至于他们搭乘的波特船 俗称穷人的游艇 并不是船只是具有福利的福具 挂上行外机就可以出海 只要没有从渔港进出 或是跑到保育区的话 目前无法可管 借张新杰苗栗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